航空工业 各位朋友大家好 尤其是航空工业的朋友大家好 今天非常荣幸来参加苏香航空的节目 航空工业不仅是国家硬力量的栋梁 因为大家都知道 现代战争是由空军决定的 有制空权就有制海权 有制陆权 所以它不仅是国制动量 是硬力量动量 而且我看航空工业 现在非常重视教育 重视科普 所以卵力量 现在我觉得也是属于 我们国家拿得出手的 那么今天因为政治益情 盛行 益情猖獗 所以我从我们正在面临的 这个新冠肺炎病毒谈起 但我重点是谈对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的影响 新冠肺炎病毒肯定属于近年来最大的一个黑天鹅现象 黑天鹅现象就是完全无法预计的突然来临的一个事情 然后这个事情影响非常的大 如果这个事情来得很突然 但是影响很小 那就不叫黑天鹅 黑天鹅现象是措手不及突然来临 但是影响特别大的一个事 叫黑天鹅现象 那么今年的新冠肺炎病毒 就是自然界突然对我们人类提出了一个考验 那么应该讲 这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对各国的一个考试 其实国家间经常有比较的 对吧 那么国家间比较 其实最好的一个比较方法其实是战争 但战争现在大家知道代价太大了 是不是 不人道 所以大家尽量避免 第二个就是经济发展 经济发展不错的国家 它的智力能力都是不错的 第三个应该 就是和平时期 考验综合国力的 就是大型的体育比赛 尤其是奥运会 奥运会就可以看作和平时期 综合国力的一个考核指标 那么现在就有第四个 就是应对灾难的能力 像这个病毒就属于天灾 它就是一个公平的考卷 那么今年这个自然界给我们出了一个考题 所有国家 不管你人种怎么样 发达程度怎么样 政治制度怎么样 文化背景怎么样 都在经受考验 那么咱们中国应该讲是在诸多国家里面最不幸的 为什么呢 因为新冠肺炎 在中国的武汉这个地区 首先阻击了我们 就是我们等于被打了一个埋伏 对吧 这个新冠肺炎 首先爆发是在武汉 但是实际上现在是全球蔓延了 对吧 那么从各种这个信息来讲 至少有四个地区 它的那个最早的病例跟中国是没关系的 一个是伊朗 一个是意大利 一个是美国 一个是日本 所以实际上它是一个多点爆发的一个病毒 只不过呢 就是咱们武汉比较倒霉 就是首先在这里遇到了伏击 所以咱们是首先 就第一个受害者 我们就按照中国网民的说法 就是我们做了一次那个叫币卷考试 那么在我们应对这个危机的早期吧 由于这个信息掌握的不够嘛 特别是人的认识啊 对事物的认识 它肯定是有过程的 所以早期信息不足 认识不到位 所以应对是有一点问题的 有点手忙脚乱 应对过程当中 当然也会有一些小纰漏 但是总体来讲 咱们中国啊 是应对了很好的 我现在那个 是一个国家一级学会 中国未来一定会的理事长 我们里面有一些公共卫生专家 有一个专家跟我讲啊 私下讲 他是应该很真诚的 他是给咱们中国的表现 打95分 把美国的表现打30分 因为所有其他国家 其实都是开卷考试 对吧 他已经看到中国发生的情况了 这个所以我们是B卷考试 然后得分很高 90分以上 因为他们开卷考试 但是由于很复杂的原因 由于傲慢啊 由于偏见啊 他们浪费了我们给他争取的时间 也没有尊重我们 用血和生命换来的这个经验 是吧 我们给他争取的时间 和这个经验和知识 他们都没有吸取 于是现在的情况是这样 就是咱们中国 经过艰苦的努力 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显示了强大的能力 然后差不多一个半月的样子 我们的病情已经得到控制了 知道吧 我们是1月23号封城 武汉封城 到了3月中 我们那个新增案例 就是到那个三位数以下了 说个比较的话 咱们对武汉的干部 有一点怨言 对武汉干部早期的应对 有点怨言 但是我看很多网民讲 我们武汉任何一个干部 放到欧洲美国 当个总理 驱财了 绰绰有余 知道吧 这个没有问题的 应对比它好得多 那么 当然现在我们人类 要注意第三波 我看世界卫生组织 非常害怕 这个病毒 到这个南亚 到那个非洲 到拉美 为什么呢 因为截止到目前 这个病毒呢 有点闲贫爱富的 基本上在北温带 主要在三个地区 东亚西欧北 每次三个地区呢 无论是治理能力 还是医疗水平 都是不错的 但是如果它出现了第三波 到了这个发展中国家 那就是人类的灾难了 因为那个 这些国家 它那个人口密度特别大 那么医疗水平 医疗资源都是很缺乏的 所以我们非常希望 也在祈祷 就是不要出现第三波 我看世界卫生组织 目前的工作重点就是这样 咱们中国啊 这个在我们国内的 这个防疫战取得初步成果以后 已经开始积极地承担国际责任 我们中国呢 到目前已经给130多个国家 提供了援助 这个援助全方位的 有物资 还有专家 还有那个经验指导 对吧 那个 另外我们积极促进国际协调 很多朋友都知道 咱们克强总理 是不是那个 参加了这个 中日韩和东盟十国 就十加三的那个视频对话 是吧 大家决定 在这个防疫问题上 加强合作 而且要把它机制化 以后碰到这种公共卫生问题 我们十三家一起干 这是一个 这是最新的 咱们习主席 那是大家都注意到 一直在跟各国元首沟通 对吧 就是促进国际合作 这是我们正在做的 那么 现在这个疫情呢 发展到今天是出现了两波 对吧 我们就假设 我们中国 还有WHO 还有别的国家 这个努力 见效 就是不出现第三波 我们这是个假设 因为 最后初步出现第三波 还真不知道 我们现在正在努力 把第三波制止住 我假设 我们成功了 这个疫情就是两波 都是在北文代 先是中国 然后欧美 那么这个情况之下 其实呢 它影响已经很大了 那个 如果不出现第三波 那么 我们能看到的影响 就是世界经济严重受损 现在一般认为 就是 今年的 就2020年 世界经济是负增长的 负增长呢 是二点几 有可能到三 因为这个疫情还在发展 所以最后的这个影响 我们不太好评估 IMF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它的基本估计 现在是负增长 百分之三 那么欧美呢 会更严重一点 像美国 有一个就是 比较权威的经济机构 叫彼得森 国际经济研究所 它的估计呢 今年美国的增长率 是负 8.2 那么欧洲 有可能更差一点 因为美国经济总体 实力比欧洲好 那中国呢 基本上认定还是正正常 IMF估计 涨成中国今年是2.9 你们想嘛 虽然我们2.9 比这个国家 目标5.5到6 要低不少 但是美国如果是 负8.2的话 那其实我们的差距是11 对吧 那也是差得很大 像去年我们国家6.1 美国增长2.3 那我们的差距是不到4 对不对 但是如果今年的数据 说我们2.9 它负8.2 是不是差距11 对不对 所以大概 这是国际权威机构的 目前的估计 就是全年世界经济负的3 然后发达国家 就负的更多一点 尤其是美国 负8.2 但是在大国里面 我们国家还是正正常的 我们还是正正常的 那么 从目前为止的数据看来 这个 现在资本市场是受挫的 是吧 就是 全世界的资本市场 以美国的华尔街 这个资本市场为例 大概 从疫情发生到现在 就是现在下降了 25%左右 所以资本缩水 另外就是消费萎缩 这个 这个 现在 就发达国家 有个弱点 就是消费占的 这个GDP比例 特别高 基本上在80%左右 不像咱们国家 制造业 以咱们这个 航空工业为代表的 这种制造业 能占到40% 我们还可以 40% 他们都是80%左右 他们制造业 基本上在10%左右 然后消费占的比例 是80% 或者80%再往上一点 而这个新冠肺炎呢 它会让这个人与人的来往 停顿 对吧 大家要隔离 所以对消费这块 打击特别大 所以呢 世界经济啊 现在暂时处于停顿状态 然后资本市场萎缩 这个 人们的消费心理啊 受挫 所以这个是 我们可以看到的现象 另外呢 还有一个影响 就是全球产业链 现在开始出现问题 就是因为很复杂的原因 有些地方停工停产 有些地方没停工呢 它物流受阻 对吧 所以制造业现在受影响 外贸受影响 我们看 看到最新的这个 咱们中国的外贸数据 现在是萎缩六点几吧 这个 所以这是我们 已经看到的事实啊 整个世界经济 已经受到直接的打击 对吧 消费受影响 供应链受影响 外贸受影响 资本市场萎缩 但是对世界经济的长期影响呢 我个人更看重一点 很有可能啦 疫情之后啊 这个 就是过去 几十年发展很好的 全球化会受挫 为什么呢 一个就是各国啊 现在都出现了经济民族主义 现在包括欧盟啊 欧盟你看 很多国家是不是把边界又封起来了 然后采取很多政策 比如说禁止那个口罩 出口 是吧 相互劫持 别的国家的这种医疗物资 所以看来 这个全球化啊 在疫情之后是严重受挫的 那么对中国来讲 可能还有个东西要注意 就是说 原来这个全球化是美国主导的 但现在看起来 美国欧洲 他们都有个想法 要把一部分生产拿回去了 比如说口罩 这个大家都知道 口罩咱们中国是第一生产大国 对吧 然后而且我欣喜地注意到 咱们这个航空工业集团呢 看到国家有需要 马上转产 对不对 而且非常有效 很快就造出来了 而且是很现代化的 这个 大家可能也看到图片 对吧 美国也开始生产口罩 然后呢 然后是那个缝冷机 对吧 包括那个 这个五大三出的 这特战队员 在那个用缝冷机 制造口罩 就中国网民讲 美国那个希望借疫情 把那个制造业啊 回流美国 现在倒是制造业没回去 手工业回去了 对吧 现在情况是这样的啊 这个 所以现在美国有个意思 有那个 有些精英层啊 比如说这个 纽约州的州长 叫安德鲁·科默就讲 说我们这么伟大的国家 这么强大的国家 怎么一个口罩 生产不出来 而口罩又是涉及人命的 所以在这个意思之下来 有一个东西 肯定会发生 就是在疫情之后 无论是欧洲 还是美国 还是日本 他们会把一部分 涉及民生的产业 会拿回去 这样呢 就是一定程度上的 经济脱钩 是不可避免的 OK 这是世界经济的影响 一个世界经济萎缩 然后咱们出口不顺 这是肯定 而且是几年的时间 不是一年半年能缓过来的 所以中国整个经济发展的思路 就不能太依赖外贸了 得依赖国内的投资和消费 是吧 这是这个经济上的 还有一个就是更长远的 就是很有可能在疫情之后 全球会逆转 甚至出现平行全球化 咱们也要欲为之母 一个就要更多的开发国内市场 还有一个东亚地区的经济整合 因为实际上生产链条 就是三个 一个东北亚 东亚 主要是东亚 就是东北亚加东亚 东亚 一个是西欧 一个是北美 现在看起来 那两个老兄 西欧北美 他的生产链 受打击比我们重 我估计两三年恢复不过来 但是咱们东亚还可以 这一次有个非常蹊跷的特点 就是鲁家地区 这里面包括中国大陆 台港澳 是吧 然后朝鲜 韩国 日本 新加坡 表现都非常好 鲁家地区 这一点 西方学者也认识到了 就发现鲁家的以人为本 这个 还有集体主义 跟西方的个人主义 什么逝者生存 还不太一样 所以鲁家地区 不管你经济发展程度如何 政治制度如何 表现都不错 所以这样一个事实 就告诉我们 我们现在有个机会 就正好借这个疫情 把我们东亚地区的经济链 给它磅活 我觉得做好这两点 国内市场搞活 东亚地区合作搞好 我们在未来的这个 这个世界经济衰退潮当中 能够保住一定的份额 那么最后还有一点时间 我谈一谈这个国际政治影响 那么 这个新冠肺炎病毒 一定会冲击现有的 这个国际秩序 现在能看到的情况是这样 疫情过后 欧盟会受影响 因为欧盟这个表现太糟糕了 意大利是首先在那个欧洲遇难的 对吧 那个病情特别严重 然后意大利就向欧盟的那个成员国呼吁 而结果没有任何人理他 3月10号 意大利驻欧盟大使 叫马萨利 公开的这个 这个在美国媒体批评欧盟 他说我们家遇难了 我向你们帮 呼吁帮忙 没有一个人理我 只有遥远的中国帮 然后意大利那个北部大区 那个副局长吧 其实不叫副局长 副省长相当于 伦巴迪地区副省长 是不是在家里面 把那个欧盟歧视下来 把中国歧视升上去了 所以欧盟呢 我觉得是受损的 对吧 因为遇到这个问题 你无所作为嘛 另外我觉得欧美关系受损 因为这个疫情出来以后 美国其实是很自视的 这个表现完全不像大哥 另外呢 美国的地位 我觉得应该是下降的 因为美国整个表现太糟糕了 对吧 这是一个一个 从地理上讲 这个那么 东亚地区表现不错 中日韩都不错 东盟国家大部分表现也不错 所以呢 东亚地区整体地位会有所上升 而且合作会加强 那么尤其是中国 中国到目前为止表现 我觉得就是可以 打相对高的分 一个就是防御战 是吧 到目前为止 我们表现应该是 全世界最好的 因为防御战做得好 我们后面就主动了 应该从三月底开始 我们就进行经济保卫战 对吧 经济保卫战目前看 恢复的还可以 非常有可能我们中国今年呢 两战都打得不错 一个防御战 一个经济保卫战都不错 一个经济保卫战都不错 目前中美的博弈有这么两个 一个呢 就是在疫情问题上啊 美国甩锅 就把它做得不好啊 责任推给咱们中国 而且美国已经出现了一个情况啊 就是有一些那个律师啊 去起诉我们 说这个全球疫情爆发 中国要承担责任 对吧 这个是告诉大家 是没有国际法依据的 任何国际法 不支持这样的一个起诉 但是美国有个毛病 就是他把他国内法 是放到国际法之上的 历来都是这样 放到国际法之上 那么如果美国真的耍流氓 用他的国内法制裁我们 那中美关系以后是比较糟糕的 这是中美现在啊 一个方面的矛盾 就是威老的疫情 他不合作 但是呢 不仅不合作 而且他整我们啊 就是把责任推给我们 而且准备法律上起诉 这叫舆论战法律战 另外呢 在疫情之外 他还整我们 比如说 最近美国通过了台北法案 对吧 然后呢 东海 南海 台海 不断地有军机啊 军舰啊 来捣乱 对不对 另外一带一路 捣乱 现在 这个挑拨中国非洲关系啊 另外呢 在四个港 就是香港 新疆西藏问题上 不断地在发各种 企团怪论 所以这是中美现在的态势 在疫情严重的时候啊 按道理应该安心地 应对疫情吧 它不是 它制造矛盾 同时在疫情之外 在战略上 还继续整我们 所以 一个大的结论就是这样 就是 这个黑天鹅事件 新冠肺炎啊 是非常大的一个事件啊 那么已经对世界经济有影响 直接的影响 那未来还会对全球化有影响 我们要在这个方面多做一些准备 然后国际政治方面呢 它对欧美的整体国际地位 是有打击的 对我们东亚 对我们中国是有好处的 对吧 但正因为 中美它的那个内部问题比较突出 它会更焦虑 这样的话呢 有可能显示出最后的结果就是 中美矛盾会更加突出 会成为我们中国外交一个很大的麻烦 而且长期的麻烦 所以最后我们应该是这样的 就是关键还是做好我们家里的事 是吧 把家里的防御战做好 把这个经济保卫战做好 然后呢 也是国际上啊 积极承担责任 然后但是对那个西方的无理的挑衅压力 我觉得我们应该坚决地挥击 冷浪不是出路 最后还是借用毛主席的话吧 我们中国总体是寻求国际合作的啊 我们希望团结所有人 包括美国 但是呢 毛主席告诉我们 以斗争求团结 这个团结村 一味地忍让啊 团结是没有的 所以这个做好我们自己的事 扩大国际合作啊 但是对侵犯我们的利益的 举动 我们也要适时的 适度的进行反击 这是我的一家之言啊 希望起到一个叫抛砖引玉的作用 能够对大家 这个看问题 对你们的思考 这个有所这个 这个有所启示 最后当然我还是要谢谢咱们航空工业集团 这个举办的这个很有意义的活动啊 书香航空 这个在阅读当中啊 我们可以这个这个保持愉悦啊 可以获得这个收获啊 对自己的成长 对自己的事业肯定是有好处的 下面这点时间 要不我们跟网友开始做一点互动 好吧 我看到的第一个问题啊 是这样的 就是作为负责任的大国 中国在更大范围 更深层次 更高水平上 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同时 要积极为全球经济治理贡献中国理念 讲好中国故事啊 承担大国责任 作为以为国家提供航空武器装备为主的央企集团 你觉得在这个过程中 航空工业 该如何讲好中国的故事 讲好自己的故事啊 是这样的啊 这个我本人呢 这个 其实我高中的时候学理科的 这个我们那个中学啊 是理科建长的 然后呢 那个好多同学我看后来都是 搞这个 搞军工的啊 这个 而且有些是参与杀手锏的 那个我呢 因为那个理科成绩一般 那个也比较喜欢文科 后来我就转学了文科 这个 但是我始终对这个工艺啊 科学还是挺感兴趣的啊 这个 我觉得这个国家间的关系呢 实际上挺复杂的 有合作有竞争 我们肯定是追求合作 但是也要准备竞争 你抛任何一面都不太 这个这个这个客观啊 那么竞争还是得有资本啊 这个 尤其是大国 这个小国不一样 小国呢 小国其实可以有个简便的办法 就是搭便车 就找一大哥 跟着大哥有车有喝啊 那中国不行 他说来讲啊 我跟美国人开个玩笑 我们说 我不跟你斗 是吧 我那个那个那个 就跟你走 对不对 我申请加入你 你可成为你五十亿州 美国人吓死了 他说中国要成为五十亿州 美国就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他搞不赢我们 他肯定就输了 知道吧 所以 所以中国就是 我们能干和体量大到这个程度 我们搭谁的车都把人家给压垮了 所以 所以我们就没办法 物理上我们没有办法 这个我们想搭便车 比如说我们学新加坡 人家不要你 知道吧 人家害怕 所以我们这个物理体量 还有我们的这个历史啊 还有当然中国人集体的那种民族自豪感 决定了我们只能走自己的路 自己的路呢 我觉得啊 还是要有大国重器 像咱们这个 很多航空工业集团 就是大国重器 你首先呢 讲故事得有素材 是吧 你瞎编不行了 咱们中国呢 我觉得是这样的啊 认真地发展我们的实力 然后呢 把这个实力告诉人家 让人家正确地认识中国 就可以赢得尊重 赢得尊重以后呢 你讲故事就有前提 就是说美国的影响力大 前提它还是印力量大 比如说一个国家 天天被你这样伤耳光 它有什么软力量呢 它不可能有软力量的 知道吧 所以我始终认为就是 中国的故事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做的事 做的事呢 这个其中核心就是 我们在发展 我们力量在成长 我觉得把这个故事 讲出去就很好 然后后面要补充了什么呢 就是中国啊 跟传统的那个西方国家 不一样 我们 不是说这个 有了这个力量以后 我们像美国这样 天天去干预人家 我们不会干那个事 我们 中国外交 从建国到现在 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 跟美国不一样 我们是强调和平共处的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我认为是很伟大的一个事项 就是按照英文的说法 叫live and let live 就是你活也让人家活 知道吧 就是不同的这个文明啊 不同的这个制度啊 大家一起一起活 这个就西方 西方是一种异生教 就觉得我的上帝最好 你的什么那个 这个这个耶和华呀 佛陀呀 这个这个这个真主啊 都是都是邪教 是吧 我就把你消灭掉 这个 所以他那个整个思路 跟我们不一样 他哲学不一样 所以他就喜欢干预人家 要把人家召唤到 他的上帝那里去 对吧 所以我们讲故事 大概这么两块 第一块我认为 还是把中国啊 力量要讲出去 这是跟很多学者不一样 很多学者说 第一当然这些学者 就是真诚地认为 中国不行 中国没力量 对吧 他不了解情况 这个文科学者特别多 面对中国发展的事实 他拒绝承认 这是一个麻烦 那个 但是我觉得我们中国发展 是实实在在的 然后要把这个发展 告诉人家 别藏着耶着 事实上你对美国战略界 你也藏不住啊 美国战略界的 情报能力非常好啊 所以这是我的总观点啊 就是说你的发展情况 特别是你的成就 要充分地做 让人家知道你是有力量的 在这个基础上 第二部分 就是告诉大家 我有的力量不是打人的 我的力量是那个 是寻求合作的 而且在合作当中 我愿意承担更多的责任 我觉得把这两边讲好 应该讲 就是达到我们要的目的了 第二个问题是这样的 在疫情之下 面对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的新变化 尤其是众多不确定因素 你觉得航空工业作为军工央企 应该如何应对 有何作为 应该重点关注哪些方面 提前做哪些准备 这个问题有点专业啊 我试着回答一下 我刚才讲了 这个疫情呢 发展到今天已经很严重了 对吧 如果这个疫情到了第三波 就是到了南亚 非洲 那就更严重了 所以总之呢 就是我们 遇到了一个新形势 这个形势总体是负面的 然后呢 世界经济肯定是想法 就近期这几年 世界经济是负增长 然后呢 长期全球化都有影响 另外国际关系呢 大国竞争上来 尤其是美国 跟我们的竞争上来 所以呢 我都感觉这样了 咱们这个航空工业啊 它的外部环境 总体是非常差的 航空工业肯定有一部分民品吧 这个民品这一部分能外貌 我估计呢 可能会有一些问题 这个尤其是和西方国家的外貌 我觉得会有一些问题 因为它 它就是那个对你防范心理上来了 因为它也没钱了 是吧 所以市场 外部市场啊 可能会有些问题啊 当然很吊诡 就是说因为这个世界经济不好 所以各国情况不好 所以国际冲突没准会增加 所以呢 另外有一些国家 它反倒可能需求会上升 所以这是 就是这是很粗浅的那个分析啊 对咱们这个航空工业 我觉得我们首先还是立足于国内吧 另外呢 立足于周边 就是我们现在关系也不错 经济相对好的 这个地区啊 我们立足于国内 立足于周边 然后呢 可能对 与西方国家未来的交往 尤其是美国的交往呢 我们期待要低一点 因为这方面 可能障碍会比以前多嘛 大概就是只能 只能现在推测到这儿 第三个问题 在国际关系轨迹多变的 当下军事力量的崛起和大国之性 是不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啊 在国际关系中 是否存在绝对的供应 是这样的 军事力量当然跟国家之性 是绝对相关的 对吧 我记得我刚才在视频里面 开始就讲了 这个大家还是很喜欢 衡量国家能力的 衡量国家能力 第一个指标是不是战争 那就是考验军事力量 当然战争实际上是 国家综合能力的比较 包括后面的后勤啊 宣传啊都在里面 但是那个军事力量 是核心对不对 我刚才讲了四大指标 战争 经济发展 大型体育赛事 然后灾难 应对灾难对吧 最好的指标就是战争吧 战争的核心就是军事力量 这个所以军事力量 它的强弱 这个那就是国家信息的关键 对吧 那么现在军事力量 坦率讲啊 这个虽然用的这个 直接用的机会 不如以前多 但是呢 其实在网络时代啊 在互联 就是全球化相互依存时代 军事的威慑作用 我认为还是上升的 这个 比如说咱们几个20啊 歼20啊 运20啊 子20啊 出来 它对美国战略家 还是有震撼的 这个 我记得 是不是一年 一月十一号 那个歼20是非 对吧 美国防长 叫罗伯特盖茨 他整个那一天啊 心情 郁闷啊 脸色 一看就看出来了 他很震撼啊 那个 所以呢 怎么讲啊 这个对大国啊 保持适当的军费 还是绝对有必要的 因为我是老军迷了 20年前 就是5月 99年5月8号 我那天郁闷都不得了 也是心里很愤怒的 你看到那个咱们使馆被炸 很愤怒的 他那个时候 很郁闷 愤怒觉得 觉得看不到希望知道吧 所以后来那个国家 投入军事 这个 就加大投入军事 现在的话 我们都是很支持的 但是一直有个疑问 这个投入值不值得 现在看好是值得的 是吧 咱们这三个20 告诉大家 应该讲 包括航空工业在内 咱们的军工集团 是给了一份 很好的打卷 这个 咱们军事现在的话 我觉得是 过去20年成就 非常的好 而且我个人 还有个主张 我觉得我们军事投入 在未来几年 还要稍微加大一点 为什么 因为根据我的分析 世界经济下滑 国际 大国竞争严峻化 其实形势挺危险的 所以我们得适当地 保持这个 一定那个额度 因为我的分析 咱们国家在大国里面 算是军事投入比较少的 知道吧 咱们国家大概 就按照那个 就是客乡总理给那个 去年给两会 那个报告 我们 我们军费开始才占那个GDP 1.43嘛 这个太低了 当然国际上有另外一个算法 就是 6.4的各尔摩国际合并所 他们说是我们是2.5 2.5也是少的 因为美国的军费占到GDP4 美国是4 现在俄罗斯 印度都是4 英法都是3 咱们2.5 比我们低的就是两个 叫战败国 就德国日本比我们低 他们都会在1.5左右 但是二战战胜国里面 我们军费占GDP的比例 是最少的 我觉得 我认为偏少一点 也可能财政部的朋友 会听了生气 但是我觉得应该涨到3 就是跟那个英法得持平 我们不一定像美国 俄国 印度那样 4 可能对国民经济负担大一点 但我觉得3是有必要的 知道吧 总之呢 就是一定要知道 国家间的关系 竞争还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然后呢 诸多竞争当中 最重要的还是军事力量 核心 或者关键部分 还是军事 然后呢 保持一定的军事投入 虽然现在 对经济原理影响苦一点 长期来讲 是战略上 收益是大于这个损失的 OK 这个拉拉喳喳 跟大家 这个汇报了不少看法 然后呢 我还是强调 我前面讲的都是一家之言 一管之鉴 我的重要就是抛砖引玉 是吧 一个 我的一个个人视角吧 对这个问题提出了个人的答案 但是 坦率讲 所有人都不能说 我掌握真理 对吧 你们肯定有自己的这个角度 有自己的信息 你可以参考一下我的看法 那我加上你自己的判断 自己的信息 得出你认为 自己的结论 谢谢大家的耐心 这个交流 我当然还要 再谢谢咱们航空工业集团 举办这个苏箱航空的活动 这个我想 航空工业集团呢 领导是很有战略远见的 一个是 这个在本行业 我看这个在积极的推进 另外一点 通过这种苏箱航空 我相信 航空工业集团的整个数字 它的思考能力 远见都会加强 祝愿咱们这个苏箱航空活动成功 祝愿咱们航空工业集团 发展得更好 当然 祝愿咱们伟大的祖国 能够顺利地打好今天的抗议战 经济保卫战 还有正在到来的国际舆论法律战 谢谢大家